好那剛有跟各位報告過我剛來的時候有特別去試調一下 發現我們這邊洗大頭罩一組六張是80塊 那如果自己我們用軟體處理好拿去給他洗洗八張10塊 沒差多少但是累積多的那個就嚇人了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像這樣子你如果是兩吋的四成六這樣的照片的大小可以洗十張 請問大家現在是用一吋比較多還是用兩吋比較多 兩吋我自己是兩吋比較多啦一吋好像現在很早用到 一吋的話四成六可以洗十張 萬一萬一如果你有一吋你要用兩吋要用怎麼辦 那就混搭好不好現在不是很流行混搭的嗎 你也可以混合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Folocab他最大好處因為他是MIT的啊所以呢 就是這麼簡單你看一下在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 大頭罩上面 有沒有看到有個叫大頭罩 這裡你就按一下 那告訴他我要新的編輯 你可以去找找這裡面有很多的什麼 他已經幫你做好的這個設定的名稱 比如說你要兩個人的三個人的 兩吋的一吋的混搭的 他都幫你把它先設好 有沒有 好那麼 一般來講我們大致上 你要用的都是所謂的什麼 就是符合新版身份證的吧 對不對以前我們前幾年有 換身份證嗎 那還記得他有什麼規範嗎 我只保留一頁簡報給你看 反正原則上那個頭的比例要多大 對不對 背景是白色的 不能戴眼鏡啊 不能流 好像瀏海不能蓋太多嘛 之類的 不管怎樣他這裡有 跟你說明這個是兩 兩張的有沒有 兩吋的 然後洗八張 符合新版身份證一次兩個人 我問一下大家請問你就算一次洗八張 一次洗六張 你有沒有哪一個報名活動或者是考試一次用那麼多張的 除非你要送人用的對不對 但是很早的你要送大頭照嘛 所以大部分你可能都沒有用那麼多 那你就跟朋友合資就好了 這次我出 電工你出 不然我五塊錢你太麻煩 對不對 現在五塊買不要那麼多啊 要那麼多起床啊 現在好像 八塊還是十塊嘛 對啊 對我現在五塊也買不 糟糕喔 所以 這樣子你選好了 我們就按OK 你看都幫你弄好了 所以你只要把照片弄進來 那照片弄進來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 就是從哪裡 從這個地方 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窄入照片 這是改用 教編 那你也看得很清楚 另外一種方法就從下面 這裡 直接拉上去就好 就跟你剛剛丟照片一樣 都可以 看你要用哪一種 那你把你要的照片呢 把它找到 把它丟進來 我的資料假面是有一個啦 有做幾張 這裡有一個輕鬆製作大頭照 有幾張 你可以從這邊找 也可以那個 你可以找自己喜歡的 把它丟進來 好丟進來之後 如果你這樣拿去洗 馬上就被推薦對不對 說你這個生活照怎麼拿來用 這樣不可以 好這樣不可以 所以呢你看一下上面 右上角這裡 MIT的好處就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紅色的大頭 紅色大頭就是那個符合證件照的那個 規範 所以 你就把這個大頭 他這是可以縮放的 拿到 你照片中的那個頭上面 對好就好了 這樣 左下角你應該就看到了吧 因為那個比例就會比較正確 那 這個呢 當然這是大人的頭 所以可能要再小一點 好 有沒有上面就比較OK一點的 事實上各位你們現在應該都有很多那個證件照他都有給你光雷片 對不對 你就拿那個檔案直接用就好了 就不用做這件事情 但是萬一你沒有的時候 好 那 下面這張怎麼辦你就點到他 你就從這個照片這邊 你看 點到右手邊這個 這個照片 剛剛做的是第一張 你按下這裡 現在你回到這個塗層 有沒有變成第二張了 你再來調一下 好 再調整一下就好了 這樣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對不對 那整班的怎麼辦 或整個辦公室的 一個人會做就好了 負責收 然後 然後整個辦公室每個人都要會了 不用啦 一個人會就好了 對不對 然後一起拿去給老闆 老闆就氣死 本來 10個人 80塊 受800塊 結果你現在來 一張就兩個人 只剩4張 4張 一張10塊 看他掃漲多少 不過至少我們這邊還願意洗 那事實上這個有一個比較特殊 其實你可以放大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 他連裁切線都把你準備好了 有沒有中間要灰灰的 所以其實如果辦公室有裁到更方便 來就直接裁就好了 這個 他很貼心的 所以 這個的話 你就 好了之後就按輸出大頭照 那就看你存到哪邊去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要品質好一點 其實小張是倒還好 那如果你比較大張的話 我們是蠻鼓勵大家 其實你在 洗照片的時候 沒有很鼓勵過用JPG 因為JPG他是屬於破壞性壓縮 你每存一次 他就 照片就差一點 照片都差一點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TIFF PNG 這兩個都不錯 因為這兩個都屬於非破壞性的 就有點像我們那個檔案有沒有 剛壓縮的解壓縮是會原汁原味回來的 你JPG很抱歉不是 他是真的丟掉 所以他檔案越來越小 他會越來越小 可是他就是 並不是原來的樣子 只是你螢幕上看可能沒有差太多 可能沒有差太多 所以你看如果你是用JPG 他老是會問你一個問題 壓縮的品質 有看到了吧 對他們每次都問你 那你壓的越多丟的越多 丟的越多 所以這個是 給各位參考一下 其實大頭照就可以像這樣去用 效果就還蠻不錯的 那另外像 這個 如果你是整班的 或者是整個辦公室的 剛剛這樣做 有點累 你可以到哪裡 右上角有一個叫P式的 我看一下 P式大頭照沒有 現在是直接放在這邊 直接這邊做的 可以直接做多張的 舊版本是放在這邊 就P式的放在這裡 反正 剛剛那個大頭照的話 你丟多張進來 他就看你 總共組合起來多少張 就一起 輸出這樣子而已 那 請問大家現在洗照片的機會多嗎 應該很少 很少洗出來 事實上他這個洗照片功能也不錯啦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照片的話 各位 我們在 洗照片 或者說有些人拍照片 是不是習慣 右下角 或哪邊會加上自己 對不對 代表說那個時候拍的 那 只是我們現在大部分數字相機 那個預設是不顯示出來 那如果你希望去洗的時候 你可以跟老闆講 要把那個印出來 這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就是你直接就做在什麼 檔案裡面就好了 還有哪一個 哪一張要洗幾張 在這個洗照片裡面都還蠻不錯 你看喔 假設我就 這邊 好假設我就洗這幾張 像這個是我們那個小朋友 7月份 現在小朋友那個畢業典禮有沒有 有沒有 有兩次 這個晚上 有煙火的 畢業典禮還有丟水球 然後25號還有一次 好 那你看你可以像這樣子 然後呢 如果你希望加上日期在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一個加上日期 那你可以自己指定說我要哪一天的 或者是直接抓什麼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名詞叫 ESIF 有看到嗎 ESIF就是我們在數位相機裡面存的那個 照片的日期 你什麼時候拍的 甚至現在有一些照相機有什麼 GPS 對不對 他還可以告訴你你的定位在哪邊 像手機就一定有 所以這樣可以搭配什麼 Google地圖 或者一些那個 地圖軟體就可以把你的足跡就可以找出來 你在哪裡拍然後什麼地點 那 這個預設他就自動幫你抓這個相機本身的 那萬利寺老師有時候可能是做一些 專案啊或者是計劃 要補資料的時候怎麼辦 自己指定日期 啊 這樣了解了 有時候不小心那一天沒拍到 好 好這是第一個 指定日期 所以你要就勾起來 那麼 再來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萬利你還要做其他的設定加上什麼文字啊 也可以都從左手邊這邊 加上簽名啊有沒有 可以自己加進來 自己加進來 那麼他 很不錯的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幾張怎麼都在哭 有沒有發現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解析度不夠 請問 要洗四成六的話 你應該 照片要多大張才夠 照相搞應該會告訴你對不對 有些如果奶壓過去 解析度太低 他不是不幫你洗 是因為洗出來會變模糊的 基本上如果你要洗四成六 至少要兩百萬像素 最好是三百萬 好所以我們在這個簡報裡面 其實我記得有一張 有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個 好像在後面吧 我有點忘記是哪一張 這是 有沒有四成六大概是兩百萬 12乘18是不是19 196 對不對 那4.5乘6就再高一點點 就再高一點點 所以 你如果解析度不夠的時候呢 Folocab很貼心的 會哭給你看 因為有些時候你在挑 不知道 對不對 有時候 電腦螢幕上看不知道 所以他就提醒你 那你要洗幾張 很簡單 你可以來這邊加一張 有沒有這一張洗兩張 這個洗三張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 你如果忘記 有些時候 尤其是你要多洗 要送給別人的 或者要多做的 你也可以直接指定 選好之後直接指定 這個是洗幾張 都可以 那他洗幾張的方法就是 那個照片會變成多少個檔案 洗兩張就變兩個檔案 相同檔 照片變兩張 變兩個檔案就對了 那老闆 對他講都很簡單 就是一張 全部都一張 反正不管哪一張 反正不管哪一張都全部洗一張 OK 這樣應該就比較清楚 所以他洗照片其實功能也不錯 只是說現在因為 大家 比較少 真的比較少把照片去洗出來 所以 大致上會像這樣子 這樣OK了嗎 可以的 賺一下 我 我 要 用來看